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斯伯拉小教室要來分享給大家的是 體感校正、設計姿勢以及靶場練習的相關技巧 關於體感這件事情我在開頭必須先跟大家強調一下 每個人的身體感受都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設定屬於自己參數是非常重要的 其他人的參數不一定絕對適合自己 所以大家在觀看他人設定參數的時候 記得還是以參考為主喔 我們今天首先以握法姿勢開始講解 設定參數之前一定要先確定好自己的姿勢 這是影響瞄準也就是我們說的M 那麼所謂的姿勢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分享幾個在pro控制器與joycon小手把 比較常見的姿勢握法給大家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第一個正坐前臂靠腿式 在一般坐以上正常的坐姿握起手把 然後將手腕到手肘之間這塊叫做前臂的地方 個別靠在左邊與右邊大腿 讓手腕處於懸空狀態 這個姿勢我在三代之前都是這樣使用的 覺得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最近我覺得發現肩頸比較容易緊 然後長時間下來發現M比較不穩定 經過我個人分析過後發現 這跟椅子的高度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今天坐的椅子是比較矮一點的 我們雙手會很自然的可以靠在大腿上 輕靠在大腿上的目的就是為了要穩定體感的水平 但如果今天的椅子較高 那麼我們就必須要將身體往下才能靠在大腿上 這樣會使前臂勢力過多在大腿上 然而導致手腕也跟著出力 所以在對槍瞄準的時候會太過僵硬 甚至可能會導致椅子走射 走射指的是一直按著發射線邊走邊射擊 沒有進行淺墨遊移 等於變成活動的標靶 對於對槍的準度、自由度都會有大大的影響 所以說如果可以找到高度合適的椅子 就比較沒有問題了 第二種 懸空式 懸空式的握法比較常看到的是 把手把舉在胸口跟腹部之間 大部分會是兩隻手臂貼住身體 手腕的空間也蠻大的 在旋轉的時候應該會比較不卡 不過要注意手臂不能過度處理 不然的話就有可能造成手腕僵硬 導致體感的細微瞄準有所偏差 第三種 高舉式 這個方式我看過最有印象的就是 日本的牙刷專門家阿信 他就是高舉差不多到胸口左右 穩定的支點跟懸空式差不多 都是手肘貼著身體 不過跟懸空式一樣 也要注意手臂不能過度處理喔 第四種 前臂靠桌式 不得不說這個我也沒有辦法舉例 因為這是我最近自己發現還蠻好用的姿勢 我是將前臂 也就是手腕到手肘之間的位置 輕靠在桌上 手腕的部分也是輕出桌面 我嘗試過後發現這個方式的穩定度很不錯 因為手的支點靠在桌上 我不需要過度處理去穩定它 第五點 盤腿式 這個方式我看過超多大佬都是這樣的 不知道是否因為日本的生活習慣 大部分都是坐在地上或是床上 多數玩家盤腿時 前臂一樣可以輕鬆的靠在大腿上 然而手腕也會懸空 這個方式我試過 其實它的穩定性也很好 前臂不需要過度的粗力 也不需要刻意去靠在大腿上 第六點 Joycon 雙刀流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方式 我很久以前有試過 把Joycon分開來使用的時候 體感的部分是在右手 所以其實只要右手瞄準就好了 左手可以輕鬆的放著移動 第七點 掌機式 在我還沒有入手Pro手把之前 我就是用這個模式的 我覺得可以跟著螢幕一起動 對我來講相對安定 但越到後面發現這樣的穩定度跟瞄準 還是有極限的 好的 以上五點是我有看過的各種姿勢 這邊還是要再次強調 沒有一個姿勢是最好或是標準的 因為每個人的習慣跟感受都是不一樣的 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是 要讓你的雙手處於放鬆的狀態 不要刻意出力讓肌肉緊繃 這樣的話很容易讓手部緊按著按鈕 導致走射、跳射不易 同雙的膠片手失敗 讓雙手可以處於放鬆的狀態 其實很重要唷 接下來是體感調整 體感設定對於對槍來說 是非常的重要 日文的用法叫做Tajimori 我都解釋成對槍 關於對槍的方法與建議之後 我們會再製作影片分享 好的 回到體感設定 首先先選定好想要使用的武器 先將體感數值降低至負數 然後到大廳的試射場 當然在自訂頁面的選單內的試射也是可以 不過因為大廳的試射場 禁止的把較多 先找到前左右都有把的位置 然後再找出該槍系的正常射擊距離 如果不確定武器的射程距離 點選右上角我們之前製作的武器射程表 這邊建議起手 大家可以先找彈道偏移最低的武器 例如窄域標記槍 NZAP-85 斯普拉射擊槍 頂尖射擊槍等等 這些水槍系的彈道偏移 比較沒有這麼強烈 對於初次調整體感的朋友們 建議先選擇這些來作為調整的基礎武器 會比較有明顯的感受 選定好武器之後 可以先從正中央的把開始 接著打右手邊 然後再打左手邊 然後再打右手邊 把這四個把當成一個循環 如果沒有辦法在自然體感下瞄準 並打掉把的話 就調整體感數據 直到幾乎都可以自然轉向打掉 如果在使用體感瞄準的時候 自然轉向過頭多次 那就表示體感數值過高 若每次轉向都覺得應該是這個位置 但總是還沒到 那就表示體感數值過低 我們每個人對於看到東西 直覺的體感瞄準的感受都不同 當然也包含不同武器長度 瞄準的體感也會完全不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斯普拉射擊槍這次提供了五組設置 讓大家去選擇不一樣的武器 不一樣的體感設定 這裡提醒一下大家 體感設定不用太過於鑽牛腳尖 差0.5的差異 有時候會因為姿勢跟握法 還有當天的感受會有些微的不同 建議調整是8成左右就可以先去試打看看 當以子彈偏移較少的武器 做完基本體感設定後 對於其他槍系體感設定 也可以參照類似的方式 不過因為有些武器 像滾筒系、傘系、水筒系這些範圍型的武器 可能會有新手朋友們不知道該如何調整 以滾筒系來說 可以以直批的方式來瞄準作為基準 滾筒的直批觸發是要先按下B鍵跳躍 然後再按下ZR鍵才會觸發 以直批的角度來確認體感的瞄準 水筒系及傘系 可以依照最大傷害的基準來做調整 接著來講一個很重要的 視角水平與握法穩定度 在最前面有提及到很多種握法 然而其中我們說最多的就是穩定度 這個部分其實跟手把陀螺儀的水平有很大的關係 當大家選用最好最舒適的姿勢之後 切記一定要按下Y鍵 將視角重置回中央水平 我們這裡先用平握的方式來舉例 正常來說Y鍵按下去的時候 畫面也就是正中間水平 所以射擊的時候子彈也是在正常的高度 由於斯普拉頓遊戲的子彈是有無理性的 正常來說子彈到武器的最遠射程之後就會落下 然後傷害值也會衰減 但如果今天你的水平不是在正中間 那就很有可能減短射程距離 那變成本來其實可以打得到的 現在都因為視角的關係自行縮短射程 那這樣就會對整場比賽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確定好握法後 同時也要去調整視野的基準 在正確的視野基準下 打上面的把跟打下面的把 就會跟自然體感一樣輕鬆 所以我們覺得體感、姿勢這兩個 其實都大大攸關斯普拉頓遊戲的體驗 如果調整得宜 瞄準的M真的會變得比較沒有那麼痛苦 接下來分享一些不同槍系的靶場練習法 第一種水槍系、水桶系及爆裂系 水槍系的部分可以參照最前面的那個循環的做法 如果都已經很順了的話 不妨加入由於滾行在最後一個步驟 練習一下滾行的過程中的變動要如何去瞄準 或是加入邊走邊射 因為在對戰的過程中敵人是會移動的 當然我們自己也會再移動 有時候適度的走射是有助於對槍的 水桶系的部分可以額外加入跳射的瞄準 雖然武器只要跳射都會增加彈道偏移 但在某些情況下非得要跳射的時候 如果可以更加精準瞄準到的話 那就更好了 爆裂系的武器可以以直擊作為基準來練習 所謂的直擊在某些武器上會有 就是當你正中紅心的時候會有 啪的音效 這個在爆裂系、狙擊系、三發獵魚弓的蓄力 迴旋波筒、刮水刀、蓄力、近距離 以及H3捲管槍、三發連中等 這些武器之中都有直擊的音效 第二種,雙槍系 雙槍系的武器基本上都是在 翻滾過後的子彈會最沒有偏移的 所以以雙槍來練習的話 可以先翻滾一次後 以自然體感去瞄準一次的循環 順利完成熟悉過後 接著可以練習每次的標靶都以翻滾方式來打擊 雖然雙槍系的武器機動性高 但要建立於確定好敵人的方位後 再出動會比較好 不然如果沒有先習慣 雙槍翻滾出去後的距離 一滾出去就被殺死了 那就跟我魷魚滾行滾到水裡的意思是一樣的 第三種,滾筒系 首先可以根據直批來打各個靜態的標靶 當適應以後 我覺得中間這一區活動的標靶很適合拿來做練習 因為滾筒的直批依據武器的輕、中、重、硬直、時間都不一樣 但最後都是要能一級批中 所以在移動的把卡中 如果能即時反應集中敵人的話 相信對於實戰會非常有幫助 第四種,狙擊系 狙擊的練習法可以先從靜態的標靶開始 將準星固定在一個地方,然後依序打擊 每打完一隻回到原點 感受一下蓄力完之後 自然體感的移動以及釋放ZR鍵的感覺 從中間去調整最佳的體感數值 如果都順利之後 就可以進階的練習看看移動的把 好的,以上就是這次體感、姿勢、打靶的基礎教學分享 希望能讓零經驗的新手們 在一開始就能有好的遊戲體驗 對於射擊遊戲來說 靈敏度的各項調整真的很重要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希望大家今天過後能開開心心體驗良好的射擊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 記得一定要給我們一個讚 作為支持,留言分享你的心得或是建議 如果有其他想要了解的部分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你們的回饋與支持是我們的原動力 我們會繼續推出各式心得 分享教學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